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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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5月5號的那一天 我和朋友去逛逢甲夜市 走著走著 五一間走到一家水輔物館 我在水輔物館的窗外 看著裡面的漁兒 自由自在地遊著 過著與世無真的生活 讓我非常的羨慕 如果 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 在游泳池裡面 自由自在地遊著 那該有多好 可惜 我不會游泳 突然我的朋友就說 那你不會去學喔 可是 我一向最怕水的 一定不行 你不去試試看 你怎麼知道你行不行 我想了一下 對 我不去試試看 我怎麼知道我行不行 於是我決定 早上五點 起床去游泳 我從來就沒有這麼早 起床過 光是起床 對我來說 就是一大挑戰 結果 五月份 勉強去了三次 真是太失敗了 太失敗了 那要如何克服 那要如何克服呢 於是我去找曾經是兩棲蛙人部隊的朋友阿圖 請教他看看如何學會游泳 想不到他只告訴我 你阿 一定要順利目標 而且阿 還要去橫渡日月潭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行的 什麼 叫我去橫渡日月潭 我看阿 他是在說天方夜難阿 不過 經過他的鼓勵和支持 我決定相信他 於是我六月份 開始學會如何游泳 我只學蛙式 因為這是最簡單的 經過朋友阿圖兩天的指導 接下來就要靠我自己 屬於說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六月份 我終於學會了蛙式 到了七月份 是比較辛苦的一個月 是需要體力和毅力 我游一天游兩百公尺 慢慢的增加 一天游兩千公尺 到了八月份 我卻因為游泳的運動傷害 而拉傷了腳 甚至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或福 還好 我只休息了十天 腳上就痊癒了 到了九月份 我逐漸進入佳境 有如道士甘蔗一樣 我由原本的我要加油 慢慢的轉換成期待 期待很多日樂壇的那一天 早日的到來 終於來到很多日樂壇的這一天 我戴上了泳巾 拿起了魚類浮飄 很興奮的和大家一起排隊 因為這次很多日樂壇的泳客 總共有兩萬多人 是歷年來最多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 之前在游泳池游泳的時候 水深淺淺的只不過倒腰 現在看到廣大的這越南 身不見地 讓我想到就緊張 害怕恐懼 我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行的加油 我扶著魚類浮飄 慢慢的向前游 我想放 可是我不敢 我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行的 勇氣勇氣勇氣 於是我放開了魚類浮飄 突然 我的手腳不聽我的死話 我的呼吸也吸不到空氣 我立刻突進魚類浮飄 我想 可能是因為水溫太低 我的身體一時無法適應 就這樣 使得七八字 我終於克服了 我克服了恐懼之後 我的內心裡面非常的快樂 原來沒有我想像中的 那麼可怕恐懼 只要我放輕鬆 想沾到水裡 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其實只要我放輕鬆 自然而然就會浮上來 這時候我覺得 我就像魚人一樣 很快樂的 自由自在的遊者 一邊遊 一邊欣賞三名水秀的日月潭 哇 景色好美喔 如果遇到一同前來的泳客 我們都會互相打雜呼 這時候 我也遇到我的朋友阿圖 他比我更悠閒 一邊喝酒 一邊吃點進 不愧是兩棲蛙人不會 他叫我先遊 他要在這邊慢慢的想起步 我大概遊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突然我的朋友阿圖 飛快的阿 從我生命遊過去 好像有什麼東西追他 我立刻回頭一看 以為有失了雨 喔 還好 沒有 害我嚇了一跳 我立刻問他 你幹嘛遊那麼快 他只告訴我 快阿 快遊阿 你看 阿 阿 是前面那個女生吊的阿 阿 我也很快的跟著上去 最後我遊完了三千三百公尺 也順利的拿到證書 在這邊要和大家分享 有時候我們要完成一件事情 看似遙不可期 因而害怕 或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而放棄 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其實很簡單 只要我們去做 一切將水到渠成 就像這一次 我成功的橫渡日月壇一樣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才會看見 看見就會實現 以上主持人